大家好 我是SKY 今天要幫大家介紹一下新北市的玩水聖地 對 如果你有來過這裡 我想你應該知道我要介紹哪裡了 沒錯 這裡就是位在石門的白沙灣 那它是在每年的5、6、7、8、9、10月開放 開放時間是早上的9點到下午的5點跟6點不等 如果各位要來這裡呢 建議大家自行開車是最方便的 如果你沒有車呢 那你就可以搭台灣好情的皇冠北海岸線 從哪搭呢 你可以從淡水捷運站來搭 或是從基隆火車站旁 然後搭過來也可以 然後在白沙灣站下車步行過去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 那這邊呢 你要吃東西的話呢 你可能要從外面買進來會比較方便 那裡面的話呢 不多 就只有一間 玩水前呢 我建議大家可以先帶巧妙到北海岸的海灣探索館裡面去玩 那一進門呢 就是非常大燒的帆船 那在這裡面你可以玩什麼呢 它可以玩東西非常多 像是經驗北海岸透過立體互動的地景模型 來介紹交通 地景 生態還有主題的部分 還可以呢 騎腳踏車 戴上VR眼鏡去感受一下北海岸的風光 還可以踩上模擬的衝浪板去感受一下衝浪的那個感覺 那基本上遊戲的過程非常簡單 你只要看螢幕介紹 你的重點呢 就是躲避前方飄過來的障礙物 這就是訓練你的平衡的 你必須左晃右晃 這跟實際的衝浪板的感覺是差不多的 然後在這裡面呢 它還有介紹像是知識叢林的部分 然後讓你知道說在海洋生態這邊 有什麼樣的候鳥啊 什麼樣的鳥類 都可以在這裡面一一的觀賞 或是得到一些基本的知識 那看起來很像潛水艇的空間呢 它裡面其實就是影片的播放式 然後固定時段可以播放喔 在地板上你還可以看到海星螃蟹的標本 可以帶小朋友好好的認識這樣的一個自然生態喔 那在這裡面呢 你可以通過這樣BR的方式呢 像是立體眼鏡 紅色跟藍色的方式去搭配一些 立體的方式讓小朋友去感受一下海洋生態 那這旁邊這一間就是唯一的餐廳了 可以來這邊買個香腸 坐著休息一下 餐廳裡面比較可惜的是它只有輕食 沒有比較正餐的東西 這一些炸物 我覺得比較可惜 那餐廳的後面呢就是沖洗室 沖洗的話它需要費用 然後熱水40 冷水20 沖腳只要10塊錢 那SKY今天到達的時間呢 剛好是最熱的天氣38度戶外溫度 OK 在這邊呢他們也有提供所謂的帳篷的出介 那一次之三百 然後還會貼心附上一個主席 讓你鋪在沙地上 那你坐起來就會比較舒服啦 那我覺得經過管理後的一個沙灘變得非常乾淨 然後整齊而且比較有規劃 那拍起來也比較好看一些 然後呢在沙灘上你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它在整個白沙彎套畫分區域 等於說有些區域是玩水的 有些是玩風浪板啊 基本上呢比較靠近岸邊的都是玩水區 那其實在白沙彎玩水區有兩大區塊 一個就是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 靠近游客中心這邊 另外一個區塊就是比較 對面一點的就是到第二停車場之後 那邊可能會從另外邊會比較近 那為什麼白沙彎的沙是白的呢 那是因為白色的部分是屬於貝殼沙 黃色的是石櫻沙是河流帶下來的 那黑色的沙則是黑灰色的火山岩風化而吹過來的 所以呢在這邊原則上是白色為主 但實際上它還有兩三個黃色跟黑色的沙 但是基本上這些沙都還蠻細緻的 玩起來還蠻舒服的 那在這裡也蠻有趣的一件事情啊 早上呢中午以前是屬於比較親自的 其實早上帶小朋友來比較多 如果中午過後呢就是年輕人比較多 如果你想要看比基尼 我建議你下午再來 如果呢你帶起的糧食呢 我想你應該可以很輕鬆的在白沙彎 晚上半天以上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要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呢 防曬這件事情一定要塗防曬油 因為我們只是去半天而已 身上就已經黑跟白一大街了 好最後如果你喜歡Sky的影片呢 記得按Sky的Youtuber的讚 還有按你的小鈴鐺 才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喔 當然還有Sky的Blog IG跟Facebook 謝謝大家掰掰